憲兵隊跟柯達飯店中間有一個閒置的營區 那軍方也願意把這個地方 原則上如果沒有其他的需要的話 願意把這個地方來給市政府來租用 那我們會先利用這個地方來思考 是不是把整個社會處把它移到這個地方 因為在一樓有一些身心障礙 或者說比較行動不方便的這些市民朋友 那在一樓也比較容易進出來得到服務 那另外就是整個社會處移過來之後 我們整個市府的空間至少可以稍微重新做一下調整 那需要會議室的部分也可以重新規劃一些會議室 來方便一些討論跟會議的一個進行 我想短期的部分應該是最近這個案子就可以成熟 那我們會來比較加快的來推動 那整個新市府的大樓 我們現在是正在審慎的評估當中 那如果有一個比較確定 或者比較成熟的一個方向跟方案的話 再跟議員跟大會來做報告 謝謝 謝謝市長 不過我個人的看法 照剛才市長說的 你這個遺産的問題 你其實不用怕 因為你暫時再說過 幾人是你在經營 因為幾人是老舊城市 你是你穿邂宗你改邂宗 你們這些人都是財宏師啊 要找土地沒困難啊 要做也沒困難啊 是跟議宣的問題 但是議宣 我相信你剛才說全國 大家都有新的辦公室就像基隆企 我想中央政府還比較有機會幫我們補助 全款補助 但是我們自己愛的什麼 土地嘛 所以我在這裡是有兩點的建議 我以前還要靠原地重建 第一點是我剛才說的 八道交流道交通失業用地 八千幾平 周邊的都還沒開放 因為無敵開放 無敵 把你變更了 如果我們的新市政大樓 我們放在八道交流道交通失業用地 因為現在整個是轉運站嘛 其實這個土地開放轉運站 我上次臨時會有跟教理所長說過 那個成本你們做不夠 但是去行政大樓做得夠 這是不一樣的 建築法不一樣 做他們做的 開樓跟起床是完全不一樣的 起床有他的隔壁在你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這個店 雖然說是怎麼哭 我不是主事說一定要放它怎麼哭 其實你放八道也沒意見 但是我們就是要有一個行政大樓 新的 目前你既然說要電量基隆 晚上要把行政大樓自己沒辦法電量 是要叫人家電量 所以你應該另外找一個位 就是我剛才說這個選項 如果是可以 我們現在來找建議 還有第二的點 你最近有在邊的預算 在把公車處這個保養廠來做改變 這個條件也不錯啊 因為對面你當案還要清潔 當然如果前照不一定 北海營區三人的 港育局有他的頭殼 你也有想你的思考啊 那個位置 如果既然市政大樓 隔壁那裡也是不錯的地方啊 不一定要把這些地方拿來賣掉 是什麼 賣掉的條件都不夠 怎麼樣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就直接跟中央政府說 全國沒有辦公大樓 基隆市欠的就是這樣 因為基隆市政府 自己就沒辦法電量 是要怎麼照亮別人的 這是我個人認真的說 如果這兩個店 市政大樓說 這兩個店你會看到 我看到有共生嗎 如果有共生 我們當時要來評估一下 這樣基隆市 行政大樓 都有機會 突然出來 我相信 不一定在你的人物裡面 就痛苦了 你如果做得這麼好 我認真辦公室也是在你坐的 不過現在辦公室 那是雖然一個老舊的城市 我們有很好的經營的地方 既然這很多故事 我還沒騙人 親在一個地方 請你幫我做一條故事 大家就來買了 但是我們基本條件不好 友善的城市 你要看 這個道路也沒有說改變了 七樓也沒有全部整平 尤其我們的火水很多 走路會過 這都是我們要去照顧老百姓 所以我覺得 尖對市政大樓 我選了這兩位 你的看法 有達到你的目標嗎 好 謝謝 我想莊議員非常的睿智 這兩個地點其實都不錯 也在我們評估的可能性當中 謝謝 這樣道路太簡單了 我是要叫大家一個單位 從那 我聽 這個火星開閃 你就隨機這兩位來評估 因為你這個 有保養廠 你已經有其他的想法有作用 想要解散 今天如果是這麼好的地方 因為我是做建築 我是一剛才有帶到 我不能說那邊很便 很好 其實這也是好處 如果市政大樓要去那裡 我可以去幾年之後 那裡有可能突選一些商業大樓 或一些商機都會來 對基隆市的改變 跟你配合你的微笑一樣 好 天爐 報復 這裡這裡這裡 這都可以串聯 這是希望 你剛才說 要來評估 我們幾月什麼 拜託評估 讓我知道 讓我們議員當然 大家來參考一下 但是因為你們做主張 我不會給你們做主張 這是建築基隆市政大樓 我會怕不怕 他也能達成 我剛才有問到市政說 安路区你有什麼建設嗎 你剛才也沒答案 九十一年 公務處長你應該會記得 基隆市這區目前最搭車的 造勢率最高的 就是基隆醫療產業 九倍大這個所長 過去的市政 有編預算 也有評估 交理處應該知道 最近也差不多兩三個月前 還有你評估這個事情 問題是都一直沒有解決 這個交通阻塞的問題 市長你可能比較少去內療 內療的人 假日也是不出來 下班 要買東西就回來了 那要出來 他就是逆向 什麼逆向 就是在時 可以回去 可以出來 不可以回去 所以他就不出來 這是生活環境 比較改變到這裡 老百姓 他的感覺就是 基隆市 十多年來都一樣 過年 警察局很用心 交通隊 叫我們七位議員 做調拨車道 稍微改善 把老百姓的庭轎 老百姓現在都用 扭責師傅 來什麼都給他採採 不用停 用這樣來解決 這個行車的問題 所以基金融合山路 這十幾年來 一定沒有改變 如果市長 你如果你做市長之後 有心要改變 就是說要分流 還是要新票道路 還是要另外有其他的方法 來改善基金一二三樓 這個道路問題 不然我們老實說 假日是一定都開車 尤其是今晚晚天 夏天你根本就沒辦法過 要回來的時間都不知道 所以來了行程 晚上假日我都 差不多四點半我就去 五點 就要快鐵柵半點 很久 躺著就要開車 這是 安路區最大的交通阻塞 一直沒辦法改變 十幾年來 市長我剛才說 這個現象應該你也很清楚 但是 心如果沒有想要改變 一定不會生 我是希望說 你既然這麼打拼 交通問題 如果有改變 老闆生的 我剛才說 他的情緒 他就好了 他的利益自然會來 是不是對基金一二三樓 的交通改善 有什麼怕什麼 還是說 過去必須長 你會參加很多會議 待會你可能會說 有一條分流 是你們 你一定會來 是放棄 放棄 不可以 就放棄 我們哪有其他方法 來做改善 這才是 鐵老闆生 做好處 所以市長 我聽說 你對基金一二三樓 有什麼改變的方法 方案 好 謝謝莊議員的指教 我想這一部分 是不是 我們先請 李密書長 先做一個說明 我再來做補充 謝謝 謝謝莊議員 我想 有關基金一二三樓 那這在整個規劃過程裡面 那莊議員也一直非常關心 我想我們召開過 許多次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會議 那最後 當然那條的一個路線的一個 因為地方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最後那個案子 大概就是我們 大概也把它牽結掉 那不過就整個時空背景來看的話 那確實那個地方 原來的那個規劃路線 因為它比較走山區啦 所以那個路線的一個選擇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可以重新再去思考 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我們可以階段性的 之前在講就是說 在 其實交流出現在有些方案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把 先有的一個 中間的一個分割島 先做一些改善 那就是說把它的車道 車道數能不能夠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有關靠近那個交流 就是交叉路口那個地方 我們之前有講到 因為基金一二三樓呢 都市計畫是二十公尺 那原來有些路段它有綠地 那綠地大概是在五公尺不等 那在全市的擴大都市計畫裡面 已經把這個綠地呢 變更為道路用地 所以有一部分是變更為道路用地的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有機會呢 能夠把這些做局部的改善 我想這個是後續我們可以去 努力的一個方向往上 因為秘書長在頭上都有參與這個 這個規定 不過現在交理處接受之後 交理處有另外 它是包括麥金戶這邊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但是我比較愛的是 基金一二三樓這條線 快來改變 你剛才有稍微說 不是說中央這個安全道把它拿掉去 右邊的人士行道把它拓寬 這也是第一個性情和近的速度 那些是說無論家要把它做 鹹壁市的人士道 把兩邊的人士行道拿掉去 真的人士行道 其實那麼嚴重的人 所量是不少的 如果來有鹹壁市跟五人士頂頭的 這樣這兩邊的人士行道 回去下一個車道出來 所以這種就是說 希望市長我剛才簡單說 專業的我一定尊重專業 要有心去做 不然這十幾年來經常放在那裡 這個案子剛才秘書長說 其實規劃很多案子 但是都沒有去進行 沒有去水中放的規劃刷 規劃案 我記得規劃也不會糾錢 應該三八萬 三八三十萬 應該是不會糾錢 所以我是怕問說 市長有這種老百姓 愛的利益 他不用怕 這不是道理他人 你就是去開 去自己做 他不知道會感受 對 所以基金一二三五 我是說 一樣開會什麼 如果交理處 你現在又繼續的時候 一樣 再去評估 我剛才說的 兩邊的人士行道 跟中間的花圃 安全道 就能結合差不多六米出來 這六米就是一個車道 我剛才說的 如果這六米還要去北山 跟他搭一個 鹹壁市的人行道 真的那大的人行道 走的地方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 這個 台本人工業區 是這些 消化保障的 這些外的 外的這些出來 走的 都是交通主義 走路是很少的 所以這點 我還是希望 市長 我一直講 你對基障的基障 其實可能要加百斤 可以幫你提供的方案 你才可以做 既然是火水這麼厚 我 上火球 提供的案 簡單 提供的案 就是說 喪之國小 五人國中 的風雨操場 因為我每次去學 尤其是火來天 那些小孩都在 做人家在那裡打球 這樣不是辦法 因為你剛才打球 不是真的 要打球的目的 他是在那裡打球 在那裡做軟身運動 他愛的是 逗牛市的拼命 做風雨操場 其實這沒什麼困難 他就有高中 也是有在做 農聖國小 也是有打起來 如果像這種 簡單的工廳 為什麼一直 市政府 不敢大大 下去做 讓這些小孩 尤其是喪之國小 一般的活動 我每次都很愛去 那些去的 老師都沒有在上班 進來就是 小朋友幫你接待 還幫你繞英文 我們說 我學生不接很大 我說我們講國語 就好 因為我聽不懂 這種教育 真是成功 頭到要進去 從開始 四年也是小孩 所有的同學在做 方教授 你很厲害 你們小孩有這樣嗎 其實 喪之國小 百分之六十都是怎麼去打 你不懂我小學校 不懂 但是 學生教授跟我說 那運動都沒有了 因為你本來就沒有勞動了 都用告示做勞動了 如果有一個風雨操場 讓他們剛才發揮 他們更多 做更多才藝也好 運動也好 市長 我剛才說 如果像這種風雨操場 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第一 經費性 因為我是大地處罰 而已 我們的三民旅 那也是 我們安努府議員 共同打招 出來的一個 風雨操場 藍修場 現在你看看 每天都開玩 最近我每年都有辦的藍修隊 所以今年也不敢辦 因為打招 你也要給他們 用那個時間 他們這些學生的都固定 所以我覺得 像這種 簡易的風雨操場 尤其是 既然是 風雨這麼大 雨水這麼多 如果可以讓這 一台學生 有很好的運動 我相信 他們的時間 會這麼多 他就不會去想做 壞事 本會的東西 他們都在說 吃東西這麼多 這麼煩濫 那都是不可以去做 你如果可以讓他們 運動的空間 我相信 他們的生活會會增加 所以我是覺得 市長 如果風雨操場 這麼簡單 這麼做 有什麼困難 可以做 我要聽話 這部分是不是請教育 去陳處長來做說明 謝謝那個專一座 就是這個案子的一個 特別的關心 那我知道就是 這個案子其實 你之前也有提及 那時候其實 學校到 不認為說 不需要做風雨操場 只是因為學校認為 那時候他們就認為 這個籃球場 他是在順向坡 所以會覺得說 評估起來 應該是比較不適宜說 再來去新建建 而且那個建校已經20年 所以會考慮到說 可能相關的一些法規 也許已經不適用 所以為什麼 在5月16號的時候 我很知道 專一座 你也會從教育處 然後公務處 產發處 其實都有共同去現場 會看過 那學校比較希望是說 能夠在那個 增設那個下層 籃球場為風雨 風雨操場 那這個案子 那我想 最近我們大概 會再擇 我們那個杜檢密 再去現場去看一下 是怎樣做 是可以做整體校園規劃 又可以是 最能夠經濟實惠 那我們會立即來處理這件事 那如果說 教育處這邊經費不夠 我們也會積極向中央來爭取 這樣的一個經費 如果說 真的是還 學校是必要有這樣的一個場地的話 阿文處長 我們兩個算錢吃 不錯 我就沒什麼要去打浮 因為你打浮就沒辦法做主 我是要聽 市長你就很厲害 就叫他 你如果說買 我們老實說 要來找錢 很困難 很沒什麼困難 那一間擠起來 都是兩三百萬 甚至五百萬 什麼一千萬就拿來 這很簡單 但是我 有去當中 教育處裡面 肥坎的人說 這個結構有問題 山坡地 什麼什麼 不用想那麼多 我們如果 維特 建築師 設計 建築都是他們的職業嘛 我們就不用怕啊 我進去煮我的錢 給你 要把它設計得好啊 我剛才說 風雨操場其實很簡單 你說像武能國中的 那只四個籃球這樣兩週 幾平 我們老實說就是百萬平 百萬平 你蓋起來多少 用工構的幾百萬就改靠了 那是在 我用 建議就可以做了 市長要做到不做 所以我在這裡是要聽說 市長要答應說我做 你叫陳處長 一定說的啦 再去評估 再去看 答案我已經出來 第一個 這個這個 這個山坡地 有問題 第二個 預算有問題 這都不是問題 我這都有專業可以去做 所以 市長我一天說 全是這種的建議 你去做 我剛才說 上次我小禮 我不是一直給你 真的我去就是這樣 很友善 那些小孩 才藝又很多 我也坦白說 那些二十九個學生 差不多二十個都 六區的人去討 那才是三區的人去討 那報名 我哪有欺貌 因為小班子 因為我們想欺貌 我以前的牡丹國小 四百六十幾個 現在剩四十九個 那些學生 每一個人都有才藝 我現在 上個才能 領一個獎 但是也要跟他贊助 頒獎 頒獎金 那小班子 有一個好處 上次我想 大家都有才藝 真的 對啊 只說英文 也嚇嚇的 當然 不是說 那些高等 最近的基礎 都我就跟你說 這就是說 對教育的問題 指定 你要運動 也是基礎教育的一種 你應該做得到 不用怕 我是說 錢 我來幫你參選 我來幫忙 沒關係 這應該做得到 我們怎麼去做 這是 請算代道 因為這也是以前 那 本來 不要說什麼人 他總會說 做一個小巨蛋不好 那怎麼有我們說 今天是 小巨蛋 因為你知道 經常一直說 白白雞的生活圈裡面 其實如果有小巨蛋 棒球也可以比賽 大型演唱會也可以來 因為 道輪 這個棒球場 旁邊的土地 都跟國有財蛋的 豬得了 結果回去 因為說要花10億的 那也是棒錢 這我是順便帶到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土地人 一間國有送給我們 我們今年還沒要 不是沒要 土地拿就沒要去做 因為我們這區 綜合體育場 好 我們的這個 國民運動中心 這個 這個活動中心 市民活動中心 那都35年以上 那都比農業的國家 的運動 比較壞 那其實 包括漁工廠也是一樣 那些都不是現代人 應該要有的水準 所以 小巨蛋的部分 我也希望你去加強 如果可以做 土地已經出到 這我也很用心 那時候剛好有立委 是我們的好朋友 拜託把他拔過來 已經拔過來 放在那裡 這小巨蛋 也是你的精神 做得上 也是你說得上 這小巨蛋 我再來 講一下山豬的事 長華處長後來 你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 有山豬使用 亂亂出道 山豬總金要250隻以上 你都沒有去 住中這些農民 因為農作民的孫子 超過五次 今年幾歲 我山豬啦 我以前都吃30斤以上 這次我們故鄉平日上五斤六斤 他說沒有 山豬吃了 村長你都沒有去注意 山豬有什麼這麼多 因為它是保育 不能去拍 不能去拍 你那些鳳梓啊 我說菜不夠好吃 鐵順啦 那個調籍啦 因為這個 這個 有的農作民 都超過五次的孫子 這說起來很嚴重 我們基隆的農民 本來沒有再改這個 真正的也是真正的 真正的 所以這次 村長你應該去想辦法 去改善 去關心 不然 你說現在的這孫子 你吃得很少 你又常常要 農回來辦這個 這孫子做什麼 其實是優惠 所以這種 你都沒有去處理說 為什麼這麼多 不能打 所以他拚拚很快 等一下要先不要做 不要做 為什麼我要自己說 我們要改變洪湧 改變什麼洪湧 改變什麼洪湧 我們山客有一個 河發室 那我也會更痛 他自己的土地也賣 但是你還要看外地 現在新北市市政府 市長要蓋聯合辦 河發祭 他給他做一個河發 三孫子 金針花 陽明山 海域 青菜種一片就很多人了 關公 不是吧 我是說你是不是跟這些農民說 你的土地 是你的 如果有我們的是最好的 那是沒有 跟這些農友說 你拿一家兩家出來 我政府給你種 種旗飛也沒關係 我是不知道 市長我們的指揮什麼 你知道嗎 市長 四花 指揮 還有一種 兩種 這四花我也搞不清楚 我們的指揮 哪有指揮 也有肚間 這是 網路上 指揮跟肚間 都是我們的四花 應該是指揮 這都沒關係 這兩家都可以來吃 你如果把我們的四花是最好的 沒有人可以看到 喔 街坊齊齊 其實網路上也不知道 四花是什麼 你如果有辦法做一片 要把它擠掉就好 都很不免證 沒關係 因為這些土地 如果提供給你 我那天上禮拜去 去遊 喔 你的高雄不錯 我說 你買了 他說我一定不會 喔 你頭腦比我更好 我說你為什麼買 啊 人來我就可以做生理了 你看他一聲就反應 這就是我剛才說 網路上的情緒跟利益 是他們愛的地方 你要走這個網路 不然你說 山豬來吃什麼 我去賣錢 兩三百隻的山豬 啊 如果這種東西 就是說 你都要做指揮 讓他買的時候 知道我們也很說 街坊是四花是七花 有這三千坪的土地 來做四花 周邊就能夠帶動 因為我們的條件 真的比人家賣 所以我是覺得說 像這種的 要去觀光 開發的地方 是很簡單 你說我山豬這個 現在 他爹啊 他說我最熟的 還拿八百塊 一天才吃十五斤以上 那爹是比開過多久 但是他很開心 他把所有不是雞人 不是山豬人的觀光客 大來以外 還把山豬人 有公菜 現在大家都要去山豬站 腳下車 要去看河 林甘豬在那裡做 有什麼 我們市政府 不要朝這個方向去做 讓這些山豬來 腳踏我們的農作門 所以 人家買的時候 市政府 怕夢的 越來越風 就是青春一種的問題 所以如果 如果說 可以找一個地方 或是找三個地方 都來做指揮 因為我們以前的指揮 以前就是做的 民德醫院計劃 不然就是做的 基金去路 這都變形去 我們的私事也是一樣 所以我是建議說 像這種 如果是做得到 要走觀光路 要什麼錢 土地魚 要配合 你整個月 你要怎麼整理 停車是怎麼樣 這個 這個衛生 在哪裡 再來一個販賣部 這樣就起來了 所以這點我是 希望說 請我主 建議 要怎麼 要愛自己人家 提醒 本來我也要問 市長 因為我比較要問市長 你這麼幫我做主 這問人 都不會做主 北關 這麼貫 你不要去北關的 外幕山 情人湖 河濱頭走過 市長 你不要去過 家人這麼貫 你有什麼感想嗎 你去過感想嗎 你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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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去 像是經營路 現在大家都覺得不錯 北關 北關 接收以後 有在建設 有在管理 這就是 隨便給我們比 不然你現在去運動 你自己問說 現在比較好 還是以前比較好 一定跟你說現在比較好 為什麼現在比較好 第一 有建設 有精力 有維修 以前還沒騙 你要打電話 欸 炒很長 炒是能夠的就長了 炒也很多 現在他們很愛去 他說我現在很情願 但是既然市政府 為什麼交給他 我們都不太聽到 市政府 我要來幫你管理 我們也是還要去廚主 廚主長 我們有打廟 我們還是要去廚主 他要 老賺錢 他要給我們 我們不是要賺錢 我們愛是說 好 他要跟我們經營 像外幕山 他晚上有定位 大家都要去那一場 也會把我們鋪上網 也會把我們推銷 其他人家 情人府現在有在改善 但是進步還沒什麼好 我們也要再說 你要再加強你的修懸 的部分 不然他現在做的就是 喔 路做得不錯 啊 每天都有人在管理 有在執照 但是晚上的定位 也是沒什麼好 指標也是沒什麼好 最重要 我們從來不要想說 交給你另外來 我來去逛逛看 我想要跟你辦一個活動 其中從來 跟這幾個不太成功 這三個店 給民族 暫時不要說 你們還在管市當中 我的武山 尤其是晴冷湖 晴冷湖跟木晴 是運動人口 體育館在這邊說 最多還有外來客最多 你假日我不會 威南車不可以停 便租也不夠用 這標是這個店有人要來 啊 我們市政府都放在那裡 沒要照顧 所謂沒要照顧 是說 我就交給你了 你要去管理就好了 但是我們是要主啊 他做的是不是有受到 我們想要愛的東西 所以我強調的是說 老百姓的利益 你要拿他去整處 不是說等給他 啊利益是什麼 他現在警察已經做好了 就比你跟他學生 開始收錢了 老百姓的反彈啦 你晴冷湖以前都要收錢 現在收錢太 溝通以後 他們可以接受 不高點收到五點 他也會合以 合理使用者付費嘛 不然當初反彈很大啊 以前都不用錢 現在都要錢 就是標示觀光客越來越多 那些停車的需求越來越多 所以白天要收錢 這他也會接收 問題是 我們交給他之後 我們將來不要再想說 我還要來整雲農 把他驗收一下 實際上是說來辦一個活檔的 處長在近年的集團結合也沒有辦 我是說 那辦在那裡也不錯啊 那一間高修啊 那一間高修啊 那一間高修就沒有錢啦 報名太少了 這應該都不是理由 理由是說 我們要怎麼創作理由 讓他要先來 所以對 正雲農 外門山 市長 處長 不然你打比較好 因為市長剛才上頭 可能會叫你說 是不是說 這兩個地方 你有什麼看法 跟想要改進 除了我說的 這個燈光照明 監視器以外 有什麼 需要 我們基隆市長 都做北關處 加強的部分 跟一座報告 其實我們在跟這三個 不只秦仁湖還有外幕山 那個連和平島的 他們未來預計的工程 我們 我們事實上都有全程 都有它的規劃的結果 我們都有參與 像目前為止的話 那像那個 湖海灣那邊 那他們的工程也準備進來了 那 目前他們在那個張游泳池那邊 做得不錯的 那之前他就 晚上有做光雕的那部分 那活動的部分 我們都有跟他 他都有跟我們協調 那我們也非常的 感謝他們辦這些活動 那另外 秦仁湖的那邊 其實 我自己也有去那邊看 那他目前的工程的話 部分還在進行 那他那時候處長 北關處處長 他是跟我講 那個做完以後 明年他就會辦活動 但是詳細的活動名程 我就忘記了 那和平島他也預計做好 他也是要辦活動 就例如像他們現在在老梅那邊 那其實都常常舉辦活動 那他也答應我們 未來的辦活動的密度 也不會低於那邊 那一定也會積極的進行 而且我們主要跟大台北的都會區的那個 市中心的距離 事實上是比他們那邊 金山萬里野柳那邊還近 所以對他來講 辦理活動他也比較方便 所以這部分 他們也會全力的支持我們 那我們市政府 目前的跟他提出的要求 就像專業座有提示的 我們事實上不是只有他在做而已 事實上我們也有把我們想法給他 那例如虎海灣那個自行車道的部分 那他也會全力的配合我們的需求 那現在他已經做好 就是從章魚游泳池要連接到那個萬里那部分的自行車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虎海灣的這個部分 他現在也在設計 所以這部分 我們都有全程都會有參與 以上 其實真的青年府是很好 這個運動也好 或是一個他的經典 因為你們從來沒有人去走到最頂端 因為當初青年府我要做兩項建議 有一間公司也都錢都要出 但是我們其他人市場就不夠 走到最頂端你自己看海 那個點是很好 那個點可以建設兩項空間 建設什麼 天空步道 很漂亮的天空步道 還有一個 跟他做一個流滑梯到外木山沙灘 好 只去那裡就算一格了 看看還有一個流滑梯 全世界最大的流滑梯 又是寶蕾 如果這樣再做手扶梯倒起來 我相信這四五十公斤的土地 他好好利用 因為這是一個教育園區 不用很大的破壞 但是他做一個天空步道也沒什麼 做一個流滑梯也沒什麼困難 跟鎖蝠梯倒起來 這經點還要走出來 所以市政府 我是建議的 市政府你要聽一聽 今天很合理 應該要去櫃 那些車從頭 你如果看到外木山 看到那些鎖的畫面 那些鎖的畫面 那些鎖都分 你如果比較好 晚上還要看更漂亮 因為那些鎖小鎖的 都鎖在電軟 你坐那裡 想不到要等到天鎖的 這是很好的鎖鎖 都沒有去創作 所以都在等 都在基杉 那些都不是辦法 你要大檔去尋棄 天公步道 流汗塞 我剛才共町流汗塞要給你做破壞 有人要出錢 鎖扶梯又起來 廣場 那東西都來的人都來 一天都不夠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還有一點時間來講到我們年輕人的社會主宰 市長你一年後 台北市 說我們出土地 他們出資金 柯市長說 這樣不錯 我們家裡蓋的你們家人 但是跟不同的社會主宰 應該都不成形 因為柯批的行為太簡單 我是台北市的水準 我來帶你家人是拜託的 親愛公公的 但是我們可以配合 當然是他們要出資金 我們百五十幾公圈 來整個一個生活圈 一個社會主宰 這是很好的地方 但是一年半來的市長 社會主宰跟在停頓 好像都沒有在發動 但這些人 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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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租金 就拿到新房子 要多少錢 要不然這個國女的壓力 我們都不可以讓他們租台了 這社會主宰到底會生嗎 還是說 我剛才說 你已經自己放棄沒在做了 因為我剛才說 台北市是不可能來 市面要來帶我們家人家 因為我本來是台北市 我想要帶來這裡 但是當初他們的想法 是說他們不能找到好的土地 我們最近 六百八的生活圈很近 可以拿到這個地方 共同來合作 創作這個社會主宰給年輕人 這樣做得到嗎 阿幹部你做 好 謝謝 我想社會主宰的部分 必須要稍微釐清一下 社會主宰不只是說蓋房子 我想它有兩個部分 其實台北市比較有需求 其實基隆市是不太有這個需求 不過我想解決主宰的問題 大概是我們一致的方向 那現在社會主宰的部分 現在會由國發會來統籌 整體做規劃 尤其是北五島的這個地方 其實它交通非常的方便 不過它大部分都是私有的土地 必須要做整合 那莊議員非常關心這個議題 後續有進一步的進展 我們會再跟莊議員做報告 謝謝 謝謝市長 我是覺得說社會主宰真的有的需求 我們土地也有 所以希望能夠加緊腳步 年輕人不要有這個租屋的壓力 分析的時間 希望所有的建源 能夠提醒我們基隆市 再進步 生活平靜能夠提步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張景天 張元 我們休息五分鐘 我們下一位 徐莉莉 停留下 停 停 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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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市长说你说这是迟来的正义 我也很肯定您的说法和做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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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因为我们是变动方法是夹在电线杆 用那种权益的方式 所以那个是有需求 但是是工程技术上是有问题 所以比较麻烦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多年没办法射 那观海 观海街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它的人行道是靠在它的社区的那边 而且它主要它就有栅栅 那这个是有栅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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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栅 谢谢 谢谢市长这个世诸善意的回应 因为其实当时你们给我的公文有讲到 莉莉就是很多很多的理由 那我截入一些就是 譬如说新丰界这边有设防网线 但是你可以跟我讲防网线可以保障行人通过的安全吗 还是保障什么 那在和封街和观海街口 你们这边是说有设防网线还有临时停车线要提醒路人 然后会请辖区分局加强违规取缔 这种做法是本来就要做的 在我们重大就是很多车流量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施行这些做法 但是你这样是加强车流量的顺畅而已 那你保障了行人通行的安全 这个考量你们有考量进去吗 那这个居民呢 就是市长有说过 只要居民关心在意的是 你都就是基于勤礼法 你都会努力的化解 那真的是安一路向口号和封街和新丰街 我提出的这些都是一样的诉求 那因为是同样是我们基东市的市民 是不是我们的保障是要一样的 那再来 安民里里民放鞭炮庆贺 那假如说你一定要再让新丰街和和封街这两边的居民 一样一样争取20年以后才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那他们是不是现在都要先奏哀悦 那我就是请我们市长和我们的市政团队 好好的思量这些问题 那因为你们像那个 新丰街这边 其实你们一定要把行车行走动线路况要先规划好 才能安民心 那不要每次都是拿那些条例 就跟这个我们的安民里的居民一样 就是要举什么条例啊 条款啊 几百公尺以内不能设立红绿灯 联化斑马线最起码的要求你们也做不到 不知道当初承办员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一直跟我推脱 好各种原因 不切实际的说辞 包括有讲到 新附近的新建商 才会把帮这个路段的交通状况 做整体的考量把它规划好 那还要实陈 你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说辞 那我请教一下 是不是如果这个建商或包商 他如果违约的时候 没办法在新建这种大型建筑物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委托他一并 是否委托他一并设立的道路标志 还有红绿灯就化为乌有 那我们就是要期待下一个建商 好那 永远在等待 永远没办法做成 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 相邻不到一百公尺就设立红绿灯 请市长跟我们的市政团队 好 有空的时候我们到市区去看一看 你们 在市区哪一个地方不是不到一百公尺 就有设立红绿灯还有化斑马线 到处都有比比皆是 所以你们这些法律条例 像这个安一路三十四项口 其实这个例子啊 只要我们的市长一声令下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那我本席也很了解啊 就是实施同步耗制 这样子对于车流量的影响根本就不大 那你们很多法条法制规约 他要推给这件商来做 那你们真的是 通通都是不切实际 然后互踢皮球的做法 那本席不能认同 那刚刚因为市长已经 有明确指示说 会施行就是会 照我们这边的意见 就是居民的意愿 设立红绿灯化色斑马线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市长 再给我们市民一个明确的交代 谢谢 好 谢谢徐议员 这么关心这个地方 我想有两点 第一点是 新丰街 这个叫病路高荒 为什么 因为说实在那个地方路那么窄 当初我还是再次讲 都市计划根本就不应该规划 那么多的一个住宅在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变得是说 这个内部的成本已经外溢了 已经外部化 变成说市政府必须用公共的资源 来做解决这个问题 那事情已经发生 那我们就是务实来解决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刚刚 徐议员有特别提到的那几个点 那当然在交通的相关的一些规划 或者是一些规定上 或者是说现况工程上 它的确有一些困难 不过因为地方的居民的一个需求的需要 我想我们非常重视 所以我刚刚讲 就是说我们会积极的评估来推动 那不过可能也没有办法说 每一个社区的门口 就设一支这个红绿灯 或者就设一个斑马线 我想这个大概也不符合地方的一个利益 因为那一条路不长 但是如果从新丰街一路下来 这个不到二三十公尺 就一个红绿灯 可能也不太符合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但是我们会视现况的一个状态 我们积极的来符合地方上的一个期待 我想这部分我们会积极的来努力 谢谢 因为目前也只有我提的这个 新丰街251巷口 还有和风街这个交通号制管控 就是设立交通标志号制的问题 就是困扰着当地居民 他们是积极争取 而且是像新丰街是争取很多年了 那同样的问题 你们就是我相信 居民也是有找其他的议员来讲 那不止我一个人提出 但是你们这 已经今年累月的问题 就放着 不把它解决 那你们这样子的话 就是对不起你们自己的良心 那我希望 我们不要有行政怠惑 做领冠心的官员 或是承办远战 那如果说 如果我们能够善意 市长跟我们市府团队能够善意回应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才会期待说我们的市政真的是有在革新 谢谢 再来就是 新丰街300号旁边设有红绿灯号字 也有行人灯号出动设备 我请监控室秀出图片 监控室 再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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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张 然后 还有另外一张 还有另外一张 有车道的 对 有车道这一张 还有跟刚刚那一张 有触动按钮那一张 不是这张 对 就这张 这张跟刚刚有车道那一张是对向对望的 那就是这个按钮 设置在社区街大的出入口 那处长啊 我 这是我之前提案 一再要求要装设的 那你们后来有应我的要求 所以装设了手动按钮 这我本期啊肯定你们的积极的做法 那可以加回我们的居民 但是啊 这个过马路啊 就是装设的地点真的是不恰当的 我们过个马路要先穿越社区的车道去按钮 然后再回班马县处等待 那如果说刚好我们去按 启动按钮的时候 刚好车子经过 那发生车祸了怎么办 就我请你们派人过去看看 关心一下市民是如何过马路的 装设地点适不适合 你们的用心我知道 但是你们要同理心 那假如说是老弱妇孺 比较行动不敏捷着 你们是不是要关心他们的感受一下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市民的安全环境 过马路的安全环境 一定要多加考量 我请处长回答一下 因为我看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看不太清楚 但是那个应该不是300 应该是303巷口的路口 那那个路口我也去看过 详细位置我不太清楚 但是据我所知 就是我们当初没办法设 其实之前有很多议员 就会看过那个也是没办法设 那主要的问题是 它那个有一个社区的 我如果没记错是社区的花台 那是工程上完全有问题 而且那是私地 那好像是那个社区 没有出去统一书还是这样 所以以前很多人都没办法设 所以才会设到现在的这个路口的旁边 那其实它是比较没有办法的 那后续我们再去协调 如果社区有办法出去统一书的话 我们再把牵移到比较好一点的地点 是新丰街303巷 没错 可是我讲是新丰街300号旁边 所以是一样的地点 那还有再来是环港街人行步道 树立电杆的问题 这个早先我是有跟处长联络过 就是在几个月前 应该是农历过年那时候吧 我接到民众的投诉 他说环港街正在做人行步道 以及装设电线杆 那我在此肯定我们市府的各项工程的 设施的努力施作 但是啊 这个监控室我在请你绣出图片 两张图片 刚刚还没秀出的两张图片 就这里第一张 然后再下一张 对 这两家店家门前 大家看看 是不是树立了一根大大的电线杆 刚好在我们店家的正中间 那当初因为刚好是在施工期间 我就请我们处长立刻 就是赶快把他重弄 就是拔除啊 设立在比较适当的地点 那 那 因为刚好是施工阶段是比较好补救啦 但是 因为 民众跟我投诉的诉求 他是说会触他的眉头 然后还有损坏他们的风水 因为我刚刚有讲 我已经有跟我们处长联络 那处长跟我的答复他是说 因为就是在反应草坯 就是超破的时候 那些电线杆要做超破的时候 应该就要店家 或是说那些居民就要先欢迎 他们才能处矩实挖储重设 但是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实在是没办法 而且大家知道 你看到的 大家看到是两张图片 其实那这一整排 一整排非常多支的电线杆 大大的电线杆 就出力在我们店家的正中间 对面正中间 本来是说要放在我们店家 这一边 然后店家有人反映说 别放他们那边 然后改到对面去 可是对面的话 就出力在店家的正中间 是一整排 不是一两间而已 那就是说 经费不足吧 说要开会讨论看怎么样补救 但是 其实我们做这个黄港步道 跟设立这个美轮美奐的路灯 真的是对我们市融的要求 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 但是这个 这一番梁正美意 真的是为了这个 这一根 处立在店家的正对面 真的是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那我 请我们处长说明一下这个后续 处理办法 好 谢谢议员的水准 好 谢谢议员的水准 所以 他的门口出来 实际上还经过一条很宽的马路 大概15米的马路 然后他是立在对面的 因为那个杆的位置要移的话 实际上所有的那个线 通通 因为那个都已经装好的东西 所有的线要重新去装 那所以说那时候 因为刚好我们工程也接近完工 所以就想说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整个工程先验收通过以后 要想办法看能不能去移 那因为这一部分的话 涉及到可能要去增加一些金位 因为你现在完成的东西 你现在就因为只有这一家 实际上只有这一家在反应 而且是过了马路 刚好在对面的那个人行道车 因为实际上那个不是电杆 那个是一个灯杆 它是那个造明 道路造明使用的一个灯杆 这一部分我们再来跟那个住家那边 再做一下沟通 因为你要做那个马路 你又要造明 那你又要灯杆 立的位置要整个在移动的话 实际上对那个 它那个所有的线通通要去改变 增加的也相 那个金位相当的盘大 那这一部分我们再来跟店家 这边来做一下协调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去做一些改善 去植栽或什么 能够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 就是他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能够去做一些改变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后续会来跟这个住家 来研议一下改善的方法 以上说明 谢谢 即使我们店家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 已经为十一晚了 但是我相信我们处长用的人 都是为财事用 一定是有经验的 技师工程师之类的 承包商 那我们想办法把我们的市容整顿好 不是说你这个景观不行 那个景观不行 有什么风水或是破坏 什么人家的那个地灵人杰的事情 真的就是 因为承办人或是一些 私做的 应该是都有经验的 那你们在私做的时候 有没有环顾一下市周 就是要顺应民情 适合地方 适合摆设的地方 我们才会 才会把它私做完整 不要说贸然私做 然后觉得不妥又要打除 你一定要民众反应 像这个明显的事实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即使有的店家他是比较 不要说善良 就是说可能比较温和 他也是气在心里 口难开 也是有这种型的 那距离力争的人 他就会挺身而出 捍卫自己的权益 但是我希望说 以后类似的工程在私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我们的乡土民情 或是人情事故 注重一下居民的感受 那你不要让居民怨声再到 然后再重新浪费公堂 把居再重新整修整座 那你就是浪费 能力金钱时间 然后又得不到赞美 本来是一番美意 然后现在就是大打折扣 这样子是有损我们市政府的威严 那就是请后续的话就是有什么样的决议 就是比较好改善的方法 好 请我们处长要积极办理 再来 我请看哪个单位告诉本席 本市有哪些形象商圈 哪个是我们市府经营成功的案例 成功的原因 不然就是也有失败 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好 那 谢谢议员的指教 形象商圈 我们基隆市大概有五个 有五个 那 那另外一个就是交通 那目前 这些商圈是我们辅导的 是中小企业它补助相关经费 我们去做一些辅导的 那你那 就是说一般它 比较接近市中心的话 原则上它人潮大概还好 但是比较 就是说距离市中心比较远的 那部分可能要去办一些相关的活动 才有办法 让那个商圈活络起来 但是相对的就是说 可能要配合当地的一些 他们有一些地方民情的一些 这些庆典活动 才有办法去 来让活络当地的一些商圈 那因为就是 目前基隆市 目前大概 有成立大概是这五个商圈 那另外其他的商圈 像巴豆子商圈的话 是我们最近在做一些辅导 我们希望就是海科馆 它的那个水族馆能够完成以后呢 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个商圈的人潮 目前大概是这样 那比较详尽的一些商圈 我等一下再 再拿给议员这边详细的资料 以上先报告 报告完毕 市长您可能对形象商圈的加速还没有很确定 可你说请你再查一下 因为我手上的资料像 不只你讲的这几个五个 不只吧 那没关系 你查清楚以后再跟本席说明一下 那市长您在你的市政报告中 洋洋傻傻一大篇 什么路更平 灯更亮 天空更明亮 所以我们的形象商圈啊 一再爆产首缺 因为刚刚讲的例子 我是请处长有讲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可是讲的很笼统 没有讲一个所以然来 就是正确的实际的真正成功的例子 也没有讲 那就失败的例子好像也没有讲 就是笼统带过 那其实我们现有的形象商圈 应该说讲清楚一点 可是方会当中 方废 那像我们一二路在早期的时候 是真的是一个风光一时的形象商圈 他有名歌演唱音乐演奏 还有市集 那真的确实是风光一时热闹非凡 那也有许多的游客真的是驻足在那边 尤其是一些庆典节日过年的时候啊 就采满的民众啊 游客旅客非常多 就应该是 即地利之变 刚好是在庙口商圈嘛 那可以带动这个人潮 那 你会想到说 我们基隆寺 为什么只有 庙口商圈 就市区啊 只有庙口商圈 才有大量人潮 虽然我们是 人齁 是以民以食为天 但是可能缺乏一些诱因 所以大家吃饱喝足了 就打道回府 那真的 受不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益 我们的观光也显现不出来 观光的效益也显现不出来 那时空变幻啊变迁之下 你如何从 让这些形象商圈 从 拜布中复活 那因为你 如果说我们的 游港 外国旅客进来的话 带来大量的人潮 那 到时候真的观光人潮非常多的话 你要烦恼的 不仅是游览车 要停靠的地点在哪里 空气污浪 是首选 造成我们的空气更糟糕 那我们的路幅很狭小 交通拥挤 交通问题就是一大考验 那我们大量的旅客啊 你不能说他只要到庙口吃一吃 他就立刻 立马 走到别的县市去 那他的住宿耶 你想办法 要把它留在我们基隆消费 要赚那个观光彩 那我们大量的旅客 他的住宿在哪边 那你的旅游规划动线呢 是有 那个动态路线 是不是有全盘的规换 不会造成交通用舍 等等问题都在考验着 我们的市府的团队的应变能力 那我们到时不仅仅力要加强 一些卫生啊 垃圾啊 还有一些环保 还有我们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有旅客身体不适的需求 各个层面其实真的 我们市府团队面面都要巨大 所以要把我们观光带动起来 其实也是真的是不简单 要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那 因为我今天强调的这个形象商圈啊 我觉得我们市府 一定要努力再让它活化起来 举例来说啊 我们大型游览车 它如果到我们的 想要在我们的一二路 形象商圈这边驻足 它可以停在我们的新一一二路口 让旅客全部下车 让它可以从新一路一直逛 逛到信七路 因为直通的 那我们把整条街道 规划好 规划的每轮 每范 然后有那个看点 有亮点 例如说做一些光雕艺术或是什么 其实有各个时期的噱头啦 像庆典捷庆 各个时期的噱头 文创之类也都可以摆进来 那一些市集就是恢复那个早期的观光龙景 那那个游客徒步去走过来 就没有办法行车嘛 就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是这样 那他们一直逛逛到信七路 信七路底 也刚好有一个停车场 我们的游览车也可以停在 信七路那边的停车场 那等旅客逛逛逛的 新满意图以后采买过了 他就可以在我们的信七路那边的游览车 搭车 出发到下一个旅程 下一个旅程 那就是说 这个形象商圈 这个因为刚好是处于市中心地区 所以我觉得它有必要 再次的让它活化起来 那我请我们的市长答复这个项目 有没有问题 好 非常谢谢徐议员的垂巡 我想这部分形象商圈很重要 那不过金融市过去的形象商圈 基本上 从我个人的角度或者要求来讲 我基本上觉得是失败的 那为什么 因为形象商圈不是只是把铺面铺一铺 然后可能做一些这个所谓地砖等等 其实形象商圈的一个营造 必须要配套 好 那对金融市来讲呢 未来我们会集中力量在这个 首先可能优先会处理一二路的这个商圈 因为这个地方离我们的邮轮的下船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的近 从下船处这个旅客大楼 那经过我们市政府到这个中正公园 其实这一段大概只有幾十公尺的一个距离 所以形象商圈的一个营造 它必须要有配套 我刚刚讲过 就是第一个它必须要有特色 那过去为什么失败 过去失败的原因是 它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它逆向而行 因为原本的一个条件 它并没有这个准备好 那有一些这个花车 或者说这卖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把它封完街之后 来做这些所谓商业的一个活动 但是因为那个东西不吸引人 而且没有特色 那卖的也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用品等等 所以没有办法吸引观光客 那过了一段时间 它就很自然的就消退 那接下来我们在耶尔路的形象商圈 我们大概会做几件事情 因为最重要就是你要让人家有的吃喝玩乐 有的吃有的喝有的买有的玩有的看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一个内涵 跟它的一个特色必须要被营造出来 所以我们目前都发处正在处理旧的二分局 旧的二分局的这个空间 今年就会做 最近应该就会进去做这个清理 那有这个建筑系的学生 已经开始准备要做相关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那暑假期间就会进驻到这个地方来 开始扰动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信二路停车场对面的防空洞 这个本来过去是我们环保局的一个环保班 在那边 那接下来